假设兄弟不能握手言和的话 那可能长荣大分价 那你看上的是天空飞的 还是在海上跑的 只要股票有人抢的 他就是值钱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云芬 每个人都期待成为有钱 但你知道有钱的烦恼好多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长荣的经营权之争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国海观察家张鸿昌张大帅 大帅好 余芬姐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其实每个人都期待有钱人 但有钱人烦恼还真的不少 真的蛮多的 是不是我只烦恼 别人跟我借钱而已 有钱人烦恼真的很多 你看还要为了结税 还要现金减资 对 然后私生我还被狗仔追 那现在还有什么 金银犬之争 而且对象不是什么市场派 是自己的家人 最近这几年特别多 我们来举例 你看东元 父子 父子老黄跟小黄 胎胎 妇女 爸爸跟女儿 对不对 金宝是什么 藏人许正雄跟他的女婿 葡萄王兄弟 对对对 然后正新是什么 女婿跟儿子 大家不是应该 比如说应该是父子子孝吗 变成父子私和 胸有地公变成兄弟戏强 你不觉得现在有钱人烦恼真多 爸爸难为 妈妈也难为 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那个长荣 长荣这个兄弟之争 大仿跟二仿 那我们从一件新闻就可以看出来 金影卷之争已经开始有点火药味了 等了13年 长荣行终于发了股东会纪念品了 13年 他上次发的股东会纪念品是在民国97年 天啊 保鲜盒两盒 保鲜盒两盒 那今年发什么我好好吃 我比较希望他送机票 他今年是送什么 统一超商的商品券50块 那这个一出来呢 背后当然是想要笼络小股东嘛 甚至把票投给公司派嘛 但是这个50块一出来 就被很多的网友吐槽 这50块买个便当都不行了 哎呀 还有人出来说 那这样子买便当不行 我买5颗茶叶蛋可以吧 哈哈哈哈 所以这50块也被笑 但为什么公司只给50块 因为今年的长荣行 只是补选一席董事 他是一个前哨站 弟弟后来也没有提名 因为想说提名赢了 我也没办法过半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很积极 所以他就给50块 意思意思一下 可是不要小看长荣航空 陆海空都有 对 长荣集团整个都有 那为什么今天那个 所谓的长荣的两房 四个兄弟要炒成一锅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 张荣发当初有两个实算 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想到 他生出来的儿子 都很像他 哈哈哈哈 的确他都轻生了 当然他的儿子 他哪里像 但是像他哪一点 那个硬脾气 很硬的脾气 我们看一下张荣发过去的一个世纪 你就知道张荣发的个性有多硬 其实张荣发很早就要选接班人了 对 在1998年的时候 张国华 第一个是他长子 他长子是张国华 那时候是最早清定的接班人 这个很正常 我们华人社会都提张子接班 张子接班 他在1996年的时候 让他接任什么 长荣海运总经理 已经开始有传承的一位了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张子 提出了改革方案 年轻气盛 想要做一些改革 跟老臣不合 所以他在两年 也就1998年 而接下来一局功 到2014年 张荣发生理不好 才回来进个孝道这样子 好 那张国华已经出局了 那接下来呢 2000年的时候呢 女婿正生死 大家都知道这一号人物嘛 对 非常知名度非常高 还当过赵峰金董事长 他那时候呢 兼什么 集团的副总裁 跟长荣航空董事长 有没有 他都曝光也非常多 然后他是负责 长荣对外的政权关系的建议 可是呢 在2000年的时候呢 他被扫地出门 为什么 他跟张荣发生也不合了 也不合 然后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说 他为什么被扫地出门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他带着老婆 带着子女回家 陪张荣发过年 张荣发就说好 都可以进来 除了正生死以外 一看就知道 被扫地出门了 连家门都进不去 老先生脾气真硬 脾气真硬 你跟女婿没有好脸色 还好老先生不在 你刚用了一个字 叫敌长子 对 你用敌长子 你不是用长子 一般只要讲到 张荣发曾经有一个媒体 把张国伟 他第四个儿子 张国伟写他是 是输出 对 其实就是我们封建社会的输出 报纸被下降 立刻 长荣集团 集团里面各个办公司 各个飞机 就把这个报纸给下降了 只要是让他老人家生气 就被下降 他脾气真的很硬 对 真的很硬 然后后来 2004年的时候 我们的老先生 78岁 他真的也想交棒 做的也累了 就把张国伟就升了什么 集团的副总裁 总裁就是张荣发本人 另外张国伟就升为 长荣航空总经理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盘起 对 但是也是一样 撑了两年就开始出事 对 好 第一个出走是张国伟 因为他第二任的结婚的妻子 叶淑 这听说是利勇之花 利勇航空之花 那个张荣发不赞成 所以这个张国伟就选择了 爱美的不爱江山 离开了所谓的长荣集团 而且不但只会辞掉 连股票都卖了 然后他就离开 2007年放张国正也离开了 为什么 他一句话得到他爸爸 张荣发 因为那时候张荣发 跟二房比较好 而且甚至把二房带回家 一起吃饭 所以张国正就说 你还是要多回家陪陪妈妈 老爷妈妈是什么 大方 但张荣发就很生气了 你为什么要管我的后宫 对对 他就是管你私生活 所以他就把张国正给 转调为 中在保的副董事长 为什么 也就是要把他冷冻了 那其实张国正在之前 就已经离开过一次 92年的时候 因为谈欧洲航权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因为 没有请示张荣发 他们已经吵过一次 所以张荣发在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被媒体形容什么 所谓的长荣面临接班危机 80岁孤单老人 张国正跟张国伟 都是等到后来 张荣发身体体比较差了 因为现在越大之后 他们才陆续回来 所以你看爸爸的脾气很硬 然后几个小孩脾气也很硬 这个当然有点遗传关系 那另外就是张荣发 其实对孩子们 他就换来换去 那他对股权 难道都没有一些规划吗 对 我刚提到 就是他第一个失算 就是没想到四个小孩 都继承他的硬脾气 然后第二个他没有算好 就是他认为说 对个小孩都要公平 对 所以他在股权方面 都分配非常均匀 非常均衡 那不是好事吗 对 本来是好事 可是万一兄弟不合呢 大哥张国伟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兄弟的个性 都很酷 还用酷这个字 所以四个兄弟要一起共事 很难 就知道 可是张荣发没有看出这一点 他把股权分得非常详细 那我们从一件事情 就可以看出来 二月底不是发生个大事吗 长荣国际变天了 长荣国际是长荣集团的控股公司 变天了为什么会变天 其实那时候变天是什么 是因为张国伟的妈妈 李玉美持有7.14% 他只是因为从中立变成什么 支持弟弟派 对 就变天了才7%就变天了为什么 我们从这个整个长荣国际的结构 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绿色的部分是现在哥哥 控制的一个控股公司 长荣发经经文是弟弟派 控制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下面计算的一个公司 各个派他本来个人持股18% 大家会注意到他每次分给小孩都18% 有没有都18% 包括他的长女张苏华18% 因为过世之后就捐给所谓的基金会 对 张国伟本来也是18% 为什么现在是7.14% 因为他之前拿出了10.86捐给基金会 你会发现他整个儿子跟女儿都是18% 所以股权为什么说一夕之间就变天 张国伟为什么这次会输 就是他本来18% 加上他控制的基金会是28.86% 他控制46% 那弟弟两个弟弟 张国敏张国正各18% 再加上他们控制一个 所谓的慈善基金会5% 本来是输的 本来是输给哥哥的 但关键就在于 但关键 所谓的李玉玫那个7% 投给弟弟派之后就变天了 张龙发过世的时候 本来是大访都二访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张龙发过世的时候 立了遗嘱 就是要让二访张国伟接班 当然大访就不服了 为什么要给弟弟接班 所以干脆就把管理处给他裁测掉 总裁就不见了 可是后来 飞机飞出去还飞不回来了 对 飞机也飞不回来 但是后来大访这边发现 哥哥怎么把公司的大小事 都攔在自己身上 所以后来弟弟派就结合所谓的二访 做了这一次的反扑 张龙国际的变天 我可以发现 张龙国际的股票 都控制在哪些人的手上呢 两个控股公司 有没有 他是张龙国际 跟巴拉玛商张龙国际 巴拉玛商张龙国际 他们的副子又是割20% 张龙发20% 四个儿子割20% 所以就100% 这是海外的部分很难查 连张龙也要去查 都没办法查到 这是两个控股公司 然后另外呢 长龙集团还有两个基金会去控股 刚看到长龙国际 有那个什么 张龙发文教基金会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还有所谓个人持股 所以你要了解 整个长龙集团的 那个股权的分布 就是在这三个大方向 那那个控股公司 为什么这么重要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你就会发现 长龙国际为什么抢破头 因为长龙国际他控制了这么多 天啊 长龙 长龙好这些公司 有没有 从股群来排序的话 你看 长龙排第三 第三大股东 有没有 长龙第二大股东 太厉害了 后面都第一大股东 有没有 那海外那个 巴拉玛长龙国际呢 他持有长龙 7.43% 是第一大股东 所以我抢到长龙国际 我几乎就可以 对 就可以增加 抢精选子弹 然后后来有巴拉玛长龙国际 这个是大股 就是张国华 长子持有的 这部分控有长龙 那兄弟到底对决以后 你觉得谁会赢谁会输 我们要压哪一边 我们从刚刚的一个发展方向来看 现在长龙国际 已经是弟弟派拿到了 所以现在哥哥派 张国华 他现在领先的部分有什么 长龙 我们刚刚提到 海外那一家控股公司 巴拉玛长龙国际是他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长龙挂改比较久 所以在外流通股数超过70% 所以什么东西很重要 委托书 所以哥哥已经先把前三大委托书 同路上已经签好约了 就是为了这个 另外荣运 荣运大股都是长龙 所以荣运也是哥哥的 那弟弟有什么优势呢 航空公司 长龙行 长龙行的部分 弟弟的股权比较领先 可是长龙行的在外股权 也有什么 超过50% 难怪要发50块钱 等这个领券给你 对 等明年会更好 明年会更好 那他也要收购韦国图 然后丽隆呢 他的大股东就是所谓的 长龙国际 跟他所谓的 张国伟 所以丽兰航空 几乎是弟弟派的 弟弟没有问题啊 弟弟现在已经拿下 丽隆航空董事长的位置了 这个弟弟派就 一定是稳超胜券 没问题 那现在 市均立体的有两个公司 第一个是长龙岗 长龙岗为什么 本来是哥哥 张国伙法比较输 为什么 英企另外大股东英企就是大陆工程 那个英企已经表态要支持哥哥派了 所以这样股权相加起来 就差不多 市均立体 那另外中债保也是一样 哥哥稍微小输了一点 但是呢 我们国家财政部有什么 12%多 财政部通常 官股都会支持公司派 所以这个加起来也是差不多 就市均立体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弟弟比较占优势在哪里 航空 哥哥比较占优势在哪里 货柜海运 航运 所以未来的方向 假设兄弟不能握手言和的话 那可能长龙大分家 海空会大分家 那你看上的是天空飞的 还是在海上跑的 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只要股票有人抢的 他就是值钱 所以将来金银权只要炒得越激烈的话 股票就很难下跌 因为每一个股权都非常重要 了解了 谢谢大帅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NE 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哦